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的就是针对这个新骨毛补选了然后这个回教党的种民族 打击优丁了他今天呢就公开向他的党员喊话 他说呢身为回教党的党员呢你一定要出来投票 你如果不出来投票的话 你就是 违反教义 教义 回教的教义 你如果说啦 你如果回教党的党员不出来投票是违反党长 违反党纪 我还可以接受 违反教义我还真的是不能接受 你回教党明明只是一个政党 里面全部都是人不是神 你凭什么说你代表回教 凭什么说违反你回教党就等于回违反回教 这回教的教义几时有你这个回教党承保了 我在这里我要很清楚的强调 我今天这个视频绝对不会有半分侮辱到回教但是呢我会绝对侮辱回教党 OK我针对的完完全就是这个回教党 回教是神圣的是圣洁的那个我不懂 我们现在针对的是回教党 我想想问一下回教一个这么圣洁的宗教 请问你回教党 请问你回教党凭什么说你可以代表回教说话 你凭什么说 你的党员不出来投票 就是违反你回教的教义 回教教义几时 由得你说了算 请问 回教在创立的时候 1500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有投票选举吗 没有 然后你今天说 不投票的人就是违反教义 1500年前的教义哪里跑来投票 这完全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扯大包 或者是说你整个党内吹水 所以呢 回教是很神圣很圣洁 但同时也是无辜的 因为呢 他被这个回教党完完全全的齐洁了 OK 今天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就是 这个回教党讲的话 就代表回教 甚至代表他们的真主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呢 我是非常的希望啊 我们马来西亚的有足同胞 可以早日的醒觉 这一件事情 就是呢 回教是神圣的 是圣洁的 他是宗教 然后 他是由真主主宰 所以 他不会选这个回教党 作为他的代言人了 我记得在回教里面 这个先知 默默默德也很清楚的说了 他是最后一个 上天派下来的天使 他是最后一个代言人 他之后就没有代言人的 这个是回教的经典里面写的 所以 已经过了1500年了 这个回教党 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简直就是告诉大家 他就是回教代言人 其实应该吗 回教是没有事情了 有事情是回教党罢了 我们现在针对的是回教党 回教党里面那些 全部是人不是神 OK 这种行径其实是非常恶劣 你回教党凭什么 带天说话 要想清楚这一点 然后 你用这种方式的 来绑架 所有的穆斯林 你觉得可以吗 其实是不可以的 我甚至很怀疑 政府到底能不能采取行动 OK 当我看到了这个宠秘书 今天讲这句话 我脑海里面马上想起了一个画面 就是多年前我看这个周星 是一个电影叫做季空 其中有一景 就是 这个 王秋生跟这个周星 面对到 那个招招装片的道士 这个王秋生 就现场说一句话 就说 昨天晚上 王母娘娘 托梦给我要怎样怎样 OK 一模一样的性质 我今天看到这个回教党总义书 他就丁 他说 我的党员不投票 就是违反交易 带天说话 代表他的真主讲话 我完全全 想象到 黄秋生讲那句 昨晚王母娘娘 偷梦给我 OK 你也许觉得 这个 黄秋生在戏里面演的有点夸张 但是我告诉你 在历史上还真的是发生过了 就是以前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不是很久了吧 一八多年的事情 距离现在 不到两百年了 OK 那时候太平天国刚崛起的时候 他是打着这个基督教的房子 不过他改了个名字叫做拜上帝教 然后里面有两个很主要的人物 一个就是东王杨秀卿 一个是西王萧嫂贵 这两个的初期的时候呢 他们是怎样 笼络人形的 就是呢 这个 这个 杨秀卿呢 就在那边跳筒 说 这个 上帝上他神 然后他就 上帝上神 这样向大家训话 然后呢 这个小草贵呢 就是 耶稣上神 真真的耶稣啊 不要笑啊 真真的耶稣 耶稣上他神 也是向大家训话 所以呢 就是 这一对上神的父子啊 杨秀卿 萧嫂贵 上帝 跟这个耶稣 啊 就啊 啊 这样每天在那边 啊 招摇撞骗啊 OK 装神弄鬼啊 OK 这是不到两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啊 OK 所以 啊 黄求生演的那段可能夸张一点 但是历史上也是发生过了 啊 OK 我们讲回来了 啊 OK 我重点的重点啊 就是了 我今天我这个视频我完全没有在讲回教 回教是神圣的 是圣洁的 是一个 好的宗教 给我们不去评论 我们要评论的是 回教党 回教党是 一堆人在里面 不是一堆神在里面 回教党 凭什么 可以代表神讲话 凭什么可以代表 他们的正主讲话 凭什么可以代表回教讲话 啊 然后 现在告诉我们 你不投票就是违反教育 这个教育 几时有你说的算 啊 而且 啊 这个 回教一千五百年前 创办的时候 哪里跑来选举 啊 为什么说现在不投票 就是违反教育 啊 所以 我是很希望我们的有足同胞 可以早日的醒悟这一点 回教党不能代表回教 回教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回教党 啊 OK 回教党才是那个问题 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